智慧是你心中的明灯 在牛盆里吃点草 喝点水 睡觉 就不觉得苦了 觉得都是正常的 人也是这样 有一点小的利益 有个房子 有个工作 有个小家 就觉得很正常了 不想跳出这个苦难的圈子 这就是麻痹了 以小苦为乐 以为有个牛盆 有草吃 有水喝 就觉得很满足了 这种无形的伤害 会在你的内心 深深地打上烙印 你就不会觉得苦了 就像一个小孩子 天天有点糖吃 每天都不知道 自己在干什么 浪费时间 这就是为什么 人在苦中不知苦 因为麻痹了 天天吃苦麻痹了 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是甜 很多人 没到过天上 他就不相信 天上有多快乐 这就是人的 眼光短浅 看不到未来 看不到未来的人 会失去信心 就像一个人 开车 看不到 自己开车的目标 你就会 失去信心 不知道 不知道开到哪里 如果 一个牌子上写着 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到牌子 就会拼命努力 往前开 很快 就会接近目标 你没看到菩萨 不代表 菩萨不在你身边 因为 菩萨就在 你的智慧之中 有智慧的时候 你就是菩萨 没有智慧的时候 你就是 一介凡夫 而且 凡人 会越来越凡 菩萨 会越来越有智慧 红尘牢狱 苦为乐 坐井观天 与天阁 心外求法 难觅法 心中有佛 方健福 方健福